好 各位產業的先進跟公司的主管你們好 我是研華智慧製造數位轉型的授錢顧問 今天很高興來這邊跟各位分享 關於最近很夯的ESG的相關議題 跟智慧製造有關聯的 這一次的議題比較特別 我們在打群架 所以我們有一個智慧製造的聯盟夥伴 我們很榮幸的也邀請到我的partner 陳瑞科技的盧總經理 盧維任盧總經理 他們主要是在OT這一塊 數位轉型是有厚實的30年的整合經驗 所以今天花30分鐘的時間跟各位交流 我們在智慧製造這一塊推廣的實務經驗 我的part我就先開始 其實我們第一個part 剪教授這邊分享的最後一個 打生態圈這一塊其實我們很有感 因為唯有打生態圈打群架 產生一個正面的循環 它才是對整個產業的升級也好 轉型也好是一個很正面的 其實我推動整個轉型也快十年了 這五年其實越來越有感的原因是因為 這些議題這些元素基本上在各個論壇活動 很多前面應該都有參加過 最常聽到的就是怎麼落地 我們後來比較聚焦到兩個很重要的元素 也是呼應到剛剛講到的聯盟夥伴 大家一起打群架去服務整個製造業 第一個它必須要熟悉產業生態 因為我們發現你在傳產可能在扣建 如果你跟它講半導體怎麼樣 基本上它是不會有感的 因為每一個產業它的痛點 跟它的企業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要尊重專業 所以我們在整個服務的過程 其實 抱歉我把口罩拿起來 我們在整個服務的過程 我們後來發現 各個領域有各個領域它的領域專家 但是如何結合高科技 IoT的相關的技術硬體平台 可以快速的有效的去服務產業界 這個是另外一塊我們跟產業合作的 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所以在整個數位轉型 其實這兩個元素缺一不可 其次我們在整個推動的過程 我們其實聚焦到三個議題 因為剛剛提到的很多的工法 很多的方式 回推回來還是企業主它本身的期望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還是企業本身的優化質化 我們正常聽到的叫做產品高質化 我原本賣多少錢 我透過這樣的轉型 我可以賣更多的錢 可以簽更高端的訂單 這個其實還是企業本質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塊跟供應鏈有關係 跟供應鏈有關係 當然它會隨著整個工廠的數位化 其實它就可以快速的去跟各個 maybe衛星工廠 maybe供應鏈去有效的嫁接 第三個議題就呼應到ESG這一塊議題 ESG這一塊議題 它也就會連動到所謂的能管 社會責任 人才培養等等的議題 它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我們還是依這三個主要的大議題 來去跟產業收斂它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在跟產業交流的過程 我們比較會了解他們現階段所謂的短中長期的布局跟規劃 所以我們在談所謂的轉型 它不是所謂的一觸個機 一跳它就變成是工業4.0或者是智慧工廠 不可能 它還是有所謂的基礎工 它會有循序前進 其實還是呼應到另外一個動點 這個資本支出其實是很恐怖的 所以呢 對企業主如何投到對的投資 讓它馬上看得到效益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們這幾年在推動 企業主最在乎的點 最在乎的點 好 那我們衍生到另外一個議題 在工廠端我們剛講的循序前進 我們講的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就叫做數據的集結跟整合這一塊 我們後來發現了如何善用好的工具 來快速的把所謂的工廠端的資訊流 串到管理層的資訊流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那工廠端呢 基本上我把它分類成四個不同應用的元素結構 第一個比較偏PC-based 就電腦成這一塊 它有一些數據流 第二塊呢 跟PLC有關係的 所以像歐姆隆啦 山林的 這樣的類型品牌的控制機 甚至西門子 那第三個part就是CNC 就是在中北區 中區這邊很多高精密 CNC機台 像法納庫啦 海德漢啦 西門子啦 等等的這種叫做高精密的工具機台 那還有另外一塊呢 跟像塑膠射出成型啊 或者是塑膠成型的 另外一塊的那個專用機 所以我們把它分 所謂的產機分成這四個part 那如何呢 善用好的工具 來去對設備的資訊流有效的嫁接 那我們說的有效的嫁接呢 還是不外乎幾個 就是呢 它這台設備的駕動產出 進而呢衍生到呢 這台設備呢 跟良率有關係的關鍵參數 所以呢 在整個數據的集結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還是跟投入的資本 資金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跟企業主在分享的時候呢 其實它會有點叫做階段性 去做所謂的數位資訊的完整化 數位資訊的完整化 那為什麼會提到我們 其實在整個物聯網裡面呢 我們慢慢有開發一些 我覺得還不錯的工具 就是這樣的控制盒呢 它的功能是做什麼呢 它其實把一些所謂的 對下的很多的驅動元素 所謂的驅動元素就是我剛講的 那四大的控制產品 裡面的包含像西門子 海德漢 法拉古等等的 我們都有對應的配套方式 可以去跟下面的 叫做聯合國的控制器溝通 那它可以轉成呢 叫做共通的語言呢 對上 對應不同的可能 在座可能有IT的 可能對MES的或ERP的 對應的資訊流 其實呢 我們後來發現在整個轉型的過程 語言多元這件事情 才是真正整合裡面的 很重要的一個美感 所以我們在談到所謂的現場層呢 透過好的工具 把它集結呢 打包變成是共通的語言 在串到上面這件事情呢 我們有一些好的武器 那第二塊呢 其實我們在發現工廠裡面呢 在物料管理啦 倉儲管理啦 等等的 這一塊 電子廠其實相對是比較成熟 我們在傳染這一塊 如果可以適時的用一些輔助的 高科技的產品 它其實可以做到 所謂的雙向的即時管理 那電子紙 我相信這幾年應該各位在一些場域 慢慢的會看得到 電子紙它並不是只是單純做紙本 像類似取代紙的概念 電子紙它其實我們在談到的它的應用 它其實是可以所謂的雙向 它下面的資訊流 它是可以透過上位的系統 去發泡下去給現場的即時去回饋的 OK 那我們今天的展區 在那個斜式食物督角這邊 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對這一塊也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展區去交流 那另外一塊呢 我們在所謂的現場的數據部件之外呢 有限的其實是阻力 無限的也是另外一塊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我們後來發現在整個轉型的過程 工程建制的費用其實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如何去挑選對的應用 然後導到可能是有限的為主 無限的為輔 然後降低所謂的整個工程建制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在跟業者討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那針對我們在談的無限這一塊 其實也不見得是Wi-Fi 因為有些電子廠它不允許Wi-Fi 它可能用Rola 可能用低頻寬的方式來去做通訊 那我們這幾年就在推所謂的 在產物端我們就會推Rola Rola它可以打到一公里 一公里 所以在所謂的廣域的採集 它就可以去做相關的可能是油氣水電 這個其實在ESG裡面跟能管有關係的 跟碳跟用電有關係的 這些都算是需要納入來做管理 所以這個其實就在在可以減掉一些所謂的工程建制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很多的石化廠 它的整個工程建制的費用是非常的高的 非常的高的 所以我們有一些還不錯的武器 像類似這種震動的 它就可以透過一些廠物裡面的一些冰水主機 關鍵製程 它可以去把它的頻譜 去把它的即時狀況反饋回來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在某些製程段 它其實是不允許有crash的 因為只要一有異常 它整個製程裡面的關鍵品質就會跑掉 跑掉這個recycle回收的成本 這個是遠超過整個企業的投入的 好 那我們這幾年後來發現 其實我們在做一個轉變 就是我們在打造一個叫做數據平台的概念 為什麼數據平台呢 其實這個應用就呼應到 我們後來發現在推動轉型的過程 慢慢的會有一些專案專案專案的導入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這些專案的導入 它的整個底層的資訊流它是不通透的 偏偏A專案跟C專案的資訊流它是必須要通透的 所以當之後再去發包給其他的廠商來去做服務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這個整個就會必須要花很多的 很多的loading 那於是彥華就專注在開發這個所謂的載具平台 這個載具平台的概念就跟各位的手機的概念是一樣的 我們在用很多的功能APP 但是呢裡面的資訊流它是通透的 資訊流它是通透的 那這個載具平台的概念是這樣子 它的系統呢它不見得是只有在Windows 它也可以在Linus 所以呢之前可能各位常聽到的所謂的邊緣主機 邊緣主機呢我們這個裡面的平台就會搭載這一個叫做載具系統 那載具系統它有一個功能就是呢 它內部還有支援一些所謂的一直資料的部分 像MongoDB啦InflusDB啦 各位常聽到的可能像Seql等等的 部分的資料源它都可以去做整合 那這個載具平台呢有一個很重要的賣點是 它上面可以搭載不同的APP 就是呢我現在剛開始POC呢 可能我會先放一個OEE的APP 但是後來發現呢我必須要把能管的功能加進來 我再加一個APP進去 就跟各位的手機一樣 會隨著你的需求慢慢的去增加這樣的APP 那以往的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以往遇到的問題就是你沒辦法這樣整合 你必須每一個再重新打掉 重新再coding 重新再做整合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在整個轉型的過程 如何用低代碼 低編程圖形化拖拉的方式 是可以快速的讓整個專案執行的很重要的元素 這是第一個元素 第二個元素是Web化 因為呢大部分的企業組或者是管理者 他不會只管一個site 他會管很多的工廠 所以呢系統的Web化他是可以行動管理的 那我們現在提供的相關的方案呢 這部分都是有Ready的 那我們有對應的不同的APP 這個APP呢 各位現在用智慧手機其實各位就不陌生了 但是我們APP呢慢慢的他會所謂的 分不同的產業別 那這個APP呢他會對應到不同的 可能是資產管理 可能是品質 可能是維修保養 預支診斷等等的 不同的APP 那我們岩華其實是硬體起家的 所以我們不同的載具平台 也就是各位的手機 iPhone 7 iPhone 8 iPhone 12 所以呢會因應不同的需求 我們去搭配 以往大部分導入的作案就是 規劃的效能太高 但是實際上我只有做到一點點的功能 這個其實在整個資本支出 這部分其實是可以去做規劃的 做一些彈性規劃 那岩華在這一塊 我們在整個轉型的過程 岩華不是一個人搞 我們會集結不同的領域專家 所以呢我們可能會 OT的數位轉型的專家 可能有AI的專家 可能有大數據的專家 大家一起來服務客戶 只是呢在裡面呢 如何把這個默契跟合作的機制 把它建立起來 那再貼近到第一步 其實我們後來發現呢 生態圈衍生的叫做 你必須要跟產業有關係 所以剛剛提到的APP 我們有一些好的APP 但是它還是必須要搭配 在工廠裡面像金屬加工 它就會有 有些APP 它是用在某個工廠段 它需要 某些工廠段 它可能對品質是比較要求的 所以呢 我們在金屬加工這一塊呢 像我們 有些產線的數位化 我們OT段 有些就會跟我們的夥伴像 陳瑞 甚至呢我們也會跟法人 像南部呢 金屬我們跟金工還蠻密切的 那中部我們跟工研院也蠻密切的 所以其實還是在看哪些暗場的合作機制 那這一塊其實是我們這幾年 我們在塔生態圈發現 這個循環其實是蠻棒的循環 這邊也跟各位先進分享 就是我們後來發現政府 它其實有很多智慧製造的資源 跟補助計畫 那它整個流向呢 它是政府呢 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資源 但是呢 它就會呢 提請法人這邊 開始提相關的建議或資源 那以往呢 我們接觸的法人 大部分都是 如果有自己認識的 熟識的就自己處理 可是這樣很辛苦 因為法人的天職不是在做這個 法人的天職基本上就是在 在寫計畫跟規劃跟開發的東西 那後來我們後來創完之後 發現炎華其實在這邊可以辦一些角色 就是呢 協助在轉型的過程我們去施作 然後串所謂的聯盟夥伴 那當然呢 公會其實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公會呢 畢竟知道呢 假設我公會 我是扣建的公會 我就會有一系列的成員 他們想聽什麼 他們想聽在扣建這一塊的 具體的解決方案 那既然我必要資本支出 但是呢 如果我又可以搭上政府的補助計畫的話 基本上我可以少花一些資本支出 但是我可以達到更好的效益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循環 基本上它是蠻正面的 好 那衍生到ESG的永續產業這一塊 我們把它用這張圖來框架 我還是用比較分類法 OT比較偏叫做產線 車間跟廠物端 IT比較偏管理層 IT比較偏管理層 那我們在整個實現ESG的永續工廠裡面的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它還是必須要先把基底的數位化把它建置起來 那基底化的數位化建置起來呢 它有幾個議題 產線的數位化 幾個關鍵設備的預診 甚至呢 如果工廠端呢 有幾個重要製程或者是樓層呢 它必須要建置所謂的電錶數 那以往都叫做超表 相信從今年開始 廣告如果跟各位企業主在交流的時候 超表這件事情應該就會開始發生 那如何把這些資訊呢 很通透很及時很正確的階段性的收集上來 這個其實是我們現在跟企業主要討論的事情 所以第一階段它還是會篩選 那第二階段呢 篩選完之後呢 它的資訊流就會串到上面的所謂的系統平台 我們後來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所謂的通透嫁接的部分 就是呢 它必須要把MESERP的相關元素 所謂的公單訂單的資訊串進來 這樣才會叫做完整 不然的話單純收集下面的資訊 其實是很欠缺的 那衍生到第二個議題 談到的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呢 如果你單純做能源管理 基本上它是只能做一半 真正的ESG的精神呢 它是會跟你的產出的相關的資訊去做掛鉤 所以呢 我們在談所謂的整個的概念 它是一個環環相後的議題 那其實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研華本身就是在做這一塊的 我們從去年就開始著手在這一塊 所以我們今天呢 也有邀請到我們ESG的產品經理 那這個是我的交流 那待會我請我第一個部分 謝謝Marco 各位先進早上好 一較早就來到這個地方 我要介紹就是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在2000年 我們創立在三三鄉 我們創立者就是徐國瑜董事長 那我們公司現在目前有53個人 但是我們今年的營收差大概是4.8億 我們公司的營業據點就是分三個 一個在台南 台南是我們的總部 台中在烏日 新竹在竹別 我們為什麼要去設這三個服務點 因為我們全省都有我們所要服務的客戶 我們以前在20我們剛創立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做工程設備改善 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才跟營軟合作來做這個數位轉型 這工業4.0 在跟他們一起在用他們的產品 來跟客戶的服務 那我們有這四個服務的項目 我們以前我們有代理的東西就是 以原件來做整合做服務 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也跟經濟部申請的登錄能量 就是可以幫各位大家先進門 就是你們如果有要寫輔導專案 我們可以有這兩張的登錄能量 才有辦法幫你們做一個 跟政府申請輔助專案的一個依據 那我們也有 我們裡面的員工也有甲級電降 自來學的秉級證照 這是我們在幾年來得到的一些企業榮耀 然後我們在智慧製造裡面 這是我們公司的智慧製造的解決難圖 分成Level 0到Level 4 那Level 0其實大家要先把Level 0建好 才有辦法再往上提升 就像跟我們起床一樣 我們在蓋房子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把地基蓋好 你覺得你整個房子蓋起來會很穩固 我的比喻就是說 你沒有把下面的元件做好 你覺得你收起來的速度是準確的嗎 我覺得應該是不是準確的 那地基蓋好之後 我們不是還要去買一些設備嗎 或者是買一些元件嗎 或者是你想要裝潢的怎麼樣 或者是你要看到了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就會跟譬如說歐摩隆也好 岩樺也好 或其他代理產品也好 怎麼把它整合在上來 在這一端 整合在上來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會請設計師 把它設計你要看的一些可視化畫面 那這些畫面對你有什麼用意嗎 就會在 你在這邊就可以分析 分析完之後 你就會可以解決你要的一個營運系統 或者是你要怎麼架接上去ERP 或其他的 或者你們其他的產品 因為我們會在這邊 我們會在這邊做一個 就是 歡迎觀音就是一個平台 那我們公司最強項在哪裡 Level 0到Level 3這個部分 其他Level 4 你們本身就會跟一些 軟體商 或者ERP 或是MES的廠商去做配合 那以下是我等一下來分享我們做過的一些時機 這是一個能源管理 他當初找我們談的時候就是 他有很多系統怎麼整合起來 然後他有很多部門怎麼把他們的電分出來 他有很多設備 然後就是之前在蓋房子的時候有沒有分得很清楚 怎麼把這些東西把它整合出來 那我們用研法的系統把它做一個整合 整合完之後 他這邊 這邊是他四大系統 這四大系統我們透過MPTT的方式把它整合到 研法的EMS系統裡面 然後做一個戰情室 那做完之後他的效率怎樣 他可以把他的公共區域分出來 他可以把他產線的電力分出來 他可以把他們所要的 比如說這個月的訂單多少 他可以去跟台電契約 做契約容量去做一個調整 讓他們不用 不會浪費他們的一些契約容量跟 用超過給台電花錢 或怎麼樣的一個思維 這是我們幫他們做的一個戰警室 他們把他們的CCTV 把他們的火警 把他們的場域全部都把它整進來這裡 這個是另外一個方案 這個我們包括水 包括電 他們以前都沒有 我們幫他裝這些水跟電 水錶 電錶 然後透過OMENON的POC 透過ENTA的SKEDA 把它收集起來 有一天老闆看到水單跟電單 然後他就說 那你把資料做出來分析一下 他發覺為什麼是下班時間 六點多的時候 用水量會最大 他去查明原因的時候 是怎樣 是員工下班的時候 在清洗東西的時候 忘記關水 所以那時候的水電位會最大 今天如果沒有做這個方案來解決 來把這個數據收集起來 在中文之下 我們有沒有發覺到這個嗎 不可能 所以 公司有賺錢 水漏掉就漏掉 用電漏掉就漏掉 不可能還可以想這些事情 對吧 所以現在為什麼要去做這個東西 其實 也不是等到事情發生了 才要去追查 其實就本來 就是要去做一些的管理 然後這 我們在螺絲業做了SMB 我們今年跟螺絲扣建業 我們跟他們幫12家申請過SMB 那在這個SMB裡面 我們的展廠那邊 我們有實際的跟螺絲廠 他們也會有授權給我們 然後我們有實際連到他們的 我們現在做的那個系統 等一下可以去那邊參訪看一下 他們為什麼要去做這個 講真的 打頭機 打頭機你知道數量嗎 他們以前都是用七段顯示器 打頭機你知道把這些數據 怎麼把它收回來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透過 我們本身就做IoT的想像 把他們所有的數據 把他們的控制器改成數位化 全部的數 全部的數值把它收回來之後 去做分析 就像剛才簡教授講的 我在國外 我就可以看到我現在的數據多少 我可以馬上接單 我的狀態 我的機台狀態現在是怎麼樣 因為時間快不過 我要快點講 這個跳過去 這個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把它的本來是七段顯示 改成數位化 這在我們在鞋葉裡面的食物 鞋葉裡面欠缺的是什麼 一樣的道理 鞋葉最簡單 他們就是請那個外勞 9跟7是不是一樣 每天要抄表的時候 9跟7都會抄錯 然後或者是數量會做得太多 然後要藏起來 或者是像我們去越南的時候 你看到今天晚上做的明天 今天晚上做的明天早上那個市場 冰城市場就有看到那個鞋子 為什麼 因為沒有在管理 也沒有看到數據是多少 所以他們只要把今天做的工作 把今天做的數量交出來就好了 所以當我們做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跟現場的人員吵架 現場的人員也就是說 你這個做的不難用 什麼不好用 老闆都會說他有可能不好用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們就跟他是對立的 我們要先去跟 要做這些之前 我們會先跟那個什麼 地端的那一些作業員 打好關係 我們就會很好推行 那這是我們的包工系統 我們今天這個包工系統 我沒有展示在那邊 我們是用研法的下輔路去做包工系統 當你從你的MES下工單 下輔路下輔路下輔路 包括你的材料 包括你的參數 包括你要什麼調整 我們從這邊下到我們的基台端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作業員就可以依照這個 功令下去做調整 所以以前是拿著紙 現在不用 現在直接就是在講碳中和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數位化的包工系統 到它的設備上面去做一個包工 減少那個錯誤率 然後還可以把你所填的數據把它抓回來 我再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說我們兩個一樣這樣做 為什麼要做得比我快 因為它偷調時間 我們不知道 我是一個很誠實的這樣做 它的速度為什麼會比我快 所以做出來它的 譬如說我時間要五分鐘 它把它調成三分鐘 它已經在掃地了 我還在那邊苦幹 所以那個數據學會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當我們收回來的時候去做比對 才會知道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些是只有指針 沒有辦法數位化 我們就會用我們的技術 或我們 這也是我們的強項 就是它要把它 我們要把它收集數位化在原件裡面 在地端裡面 我們必須把這些原件改成數位化 它有辦法收集起來 但是設備商要幫它改嘛 它又沒有鑽頭 它們又不會做 所以它們也不會幫它改嘛 那我們為什麼要幫它改 因為我們要幫它收集好的資料 我剛才就有講的 要建立好的資料 就要把基礎建好嘛 這個基礎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包括下面這一張圖 他們在做品質管理的時候 它要測磨練溫度 但是設備商不會幫它想這個事情 那就只有我們跟他們去商談之後 改善他們的設備 改善他們用我們的機構 去把它要的數據把它採集出來 這是我們歷年來的時機 我們從半導體 從傳產 從面板 從 就是民生 我們就把它 我們都有把它 去做過這些的 整合跟應用 或者是資料採集 或者是設備改善 或者是幫它配盤 或者是幫它做真空 像台積電啊 或者是日月光啊 遠傳啊 或者是家樂福啊 所以我們跨足了很多的產業 我希望大家成為一個 直接上的工廠 別讓距離來限制你的管理 這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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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